不养费是严重的问题 是吧 流氓夫妻生完孩子以后 把老婆孩子甩了 甩了 离婚就离婚 是吧 但不给钱 不给钱就违法 所以有法律措施修理这种流氓夫妻 强制他必须给钱 但是这种法律有两个缺点 一个是孤儿寡母的 本来不就是没钱才去找你要钱吗 结果一打官司又得先花钱 这个钱又到哪里弄了 这很荒谬 再接下来还有一个毛病是 官司一拖就跨日持久 是吧 比如说六岁 还是你等用钱 打官司拖了12年 还是到时候没饿死 是吧 美墙长大了 到18岁 流氓夫妻 说一成年了 不用给了 是吧 所以这样导致发展其他方案 是在进行 那也就是美国到处可以建设的 给孤儿寡母提供帮助的那种慈善机构 是吧 基金会慈善机构 说到慈善事业 是在美国 在美华人那个耻辱 是吧 我们总是 都民主混居的国家里面 总是不停的做各种这样的调查 然后统计 比较数据 看其他各民族之间有什么特点 智商呢 总是华人最高 说到了捐款 华人做公益事业热情 是最差的 是吧 差到什么程度 华人社区出了事 社会上募捐 其他主义都比华人捐的多 多丢人呢 丢死人了 是吧 所以到了美国呢 反省反省这样的东西 整天他妈骂犹太人 说铁公鸡毛不拔 犹太人做公益事业 捐款是最疯的 疯捐 犹太人自己的事 当然捐起来 甩着绑着捐 是吧 不用提了 其他主义的事 他捐的也非常有热情 所以人家铁公鸡 一毛后把省下来都捐了 你有什么风吹气的 中国人去饭馆 去饭馆点四个菜 光扔掉三个 人家要打包都不要 不用 也有的是钱 是吧 巨他妈牛 也狂吐他妈吐死了 是吧 然后捐钱的时候 都不见忠有了 是吧 什么 什么希望共产 你捐点钱都不见捐 跑到他妈庙里 给那些土佛 什么 假神 他妈捐款 特别来接 我是不是说贵是了 中国任何一个什么庙 什么市 什么道怪 什么乱七八糟 你到那看看 弄几个破泥台 木头雕的雕像 往那一放前面 弄个大箱子 从来见不到 五十元以下的捐款 往里一看 触目惊奇 全是五十以上 一百 一百以上没有 要不也捐了 你再到希望工程 捐款下看看 全是一分两分 一毛两毛 多丢人 不用做外国饭 自己看一看 就知道 都在干些什么 是吧 都在干些什么 千万工程捐款 全是一毛两毛 一毛两毛 跑到庙里 给那些 庙里居然在那 全是跑神手里了 那不给那些 讲和尚了吗 养的一个个和尚 什么巨有钱 是吧 有钱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说过了 没有 我们的江湖像 长州天宁市 全市人民知道 公开的秘密 方丈是政协委员 并且 有钱到什么程度 四里三个小老婆 每一个老婆 配一样奔驰600 方丈自己 从来不开奔驰 丢不起那人 奔驰不是什么 最豪华的车 丢不起那人 是吧 就达到这个程度 这钱哪来的 都是这些残疾企业家 农民土鳖企业家 捐的是吧 赚了大钱 赚了多少饿 乡下心里不安 怎么办 找点精神寄托 一看跑到那里 光光的猛捐 最后捐的一个个 都这样 是吧 不损了 这容易激动的 一个人 这个 盖一下机事 去